這段一開始我們要來聊聊 昨天有告訴大家 這個中方促成了北京繪畫 讓哪裡 讓這個沙烏地阿拉伯還有伊朗 終於他們現在要開始恢復建交了 可是這件事情美國老大哥怎麼看 拜登有說話 不是問他 沙烏地阿拉伯還有伊朗 現在握手言和了 你怎麼看 他說以色列阿拉伯鄰國關係也好 對所有人都好 有回答問題嗎 大家怎麼看 不管怎麼說這件事情在中東 先前他留下一句話說 我們不會讓中東真空 可是現在北京促成這件事情 那就顯得格外尷尬了 來看看白宮發言人柯比是什麼了 他說其實這跟中方沒有關係 是不是刻意的想要忽略 其實這個是北京繪畫當中 所做出的一個成果 美國他們自己的報導就在講 說其實現在他們想要強調的是 他是怎麼促成這件事情的 靠的是壓力而不是邀請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說實話 你去看看他這一連串這幾年來的 一個沙盤推演 他在這個雙方 基本上從2016年那個時候 分別簽署了 全面戰略夥伴協議 兩者只隔幾個星期 到了這前幾年 2019的時候 分別舉行聯合軍演 其實也就相隔幾個星期 到了去年12月 議後第一次習近平來到中東這邊出訪的時候 然後馬上胡春華 我記得就是大概下個禮拜 他就馬上去了伊朗展開訪問 一直以來中方都是有意為之的 那中國外交部怎麼樣來回應這麼一件事情 他們的講法就是說 我們會在中東這個地方 基本上我們沒有私利 我們也沒有想要去填補所謂的中空 或搞排他小圈子 反將了美國一軍 那也有人在講 其實在促成這件事情之後 大家說 原來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可能還不是高潮 而只是一個序幕 因為有大陸學者 他就直接講了 下一步你可能會更驚訝 他也許真的就是跟以色列有關係 也許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 來推動外交斡旋 還講了這麼一句 說西醫沒辦法解決的 來中醫來試試看 大家就開始在思考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甚至他們的新聞週刊也講了 說現在靠一個中國 變成了外交強國 那靠這件事情來證明 自己的硬抵實力之後 夜門這邊他們也開始說 帶來希望是不是也能夠來幫幫我們 那大西洋理事會則直接講 是直接給美方敲了個警鐘 甚至在這一連串的這個過程下來 大家要問美國現在在做些什麼 在忙什麼 拜登現在在跟歐盟主席會面 表態什麼 表態說第一 當然就是經濟方面貿易爭端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解決之外 我們必須要一起來面對共同的威脅 也就是中國 那我們要繼續一起合作 在綠能產業當全球的領先者 可是這麼一個談話 在歐洲他們自己的議會議員就講了 說其實如果我們真的 是因為美國跟中國反目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可怕的未來 到底歐洲人還有沒有辦法相信美國人呢 這個有人幫他打了一個大問號 回過頭 在歐洲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美國其實這幾年重返亞太之後 他們也開始希望在印太戰略上面 能夠下得了手 可問題是現在在東協這個地方 好像因為疫後經濟 畢竟大陸他們還是有一些他們的優勢 譬如說像泰國 好像大局的這個團客 可以開始去泰國了 那就傳出有這一位中國的女明星 她是被說是千年遺遇的這個美女 叫菊敬偉 那說她在泰國這邊穿校服拍照 可能會違法 這是他們當地的律師講的 可是被問到他們教育部次長的時候 是怎麼說的 她說沒有 我有看到這個照片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因為是跟泰國一個很火的 這個電影有關係 掀起了穿制服的風潮 那可能可以反而幫我們帶來更多 宣傳旅遊業的機會 不會帶來什麼樣的損失的 來幫這個大陸這邊來講話 那大家就要問了 到底為什麼中國能夠捕獲東協的心 那這一位叫馬凱碩 他的講法是 其實必須要好好的想一想 當你們一再的告訴大家 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的時候 聯合國193個成員 其實有140個國家 是拒絕接受這個說法的 這其實給大家觀感就是什麼 就是中方會負責處理貿易和經濟 麵包 黃油等等的問題 但是美國帶來的是槍支跟彈藥 到底大家是怎麼樣在思考 這兩個強權給他們所帶來的事件 而請教介大使在中東這一邊 拜登的講法是 我們當他問他沙國跟伊朗的時候 他是講 以色列會跟阿拉伯鄰國都很好 什麼意思 對 這個拜登應該嚇傻了 這個不是一般的小事 這兩個國家基本上是世仇 而且中間還透過了代理人 在野門還在打仗 因為這第一個 這兩個國家靠得很近 可是一個是波斯古文明 一個是阿拉伯古文明 是代表兩大文明 那麼中間的這種嫌隙 也這種衝突 是非常非常錯綜複雜的 另外一向伊朗是什葉派的這個 等於說什葉派的共主 那麼阿拉伯是遜尼派的共主 所以回教了兩大教派 爭執了數千年的這兩大 上千年那種教派的這種共主之間 那中間的矛盾有多少 那問題就在過去 美國事實上就是一直在利用 這個遜尼跟什葉 然後波斯文明跟這個什麼 跟阿拉伯文明之間的矛盾 在中東達成他國家的利益 基本上他就是在那邊 運用這些矛盾 這些歷史上的矛盾 宗教上的矛盾 現實利益上的矛盾 美國是一直在利用 所以今天如果說讓美國 如果說伊朗跟阿拉伯之間 重新建立邦交 美國第一個不同意 對 他希望這兩個國家 繼續鬥下去 就跟俄物戰爭要和平 美國第一個不同意 台海不發生戰爭 美國第一個不同意 因為美國就是要靠 這種不同區域裡面 這種傳統的對抗 跟這種對立來獲取美國的利益 所以大陸第一個怎麼樣 把美國的一個局又破了 就跟俄烏戰爭 那麼2月24號的時候 大陸推出了這個 政治解決 烏克蘭危機的大陸立場 12點立場以後 也是破了美國一個局 接著美國又再怎麼樣 中亞 亞西蘭 又破了一個美國局 所以我認為拜登是被嚇壞了 講不出話來了 不過我覺得今天能夠做這兩大文明 兩大古國 兩大教派的教主 的國家能夠讓他做調和緊來 讓他能夠握手言和 真的不容易 第一個 第一個 你要受信任 你過去跟這種國家之間 人家要信任你 第二個要什麼 你本身沒有利益 第三個 你知道 你要有分量 所以我覺得這三點 大陸都具備了 所以能這麼困難的國家 都可以讓他握手言和 大陸可以將來在很多區域 都會發生同樣的力量 是 來 玥老師 這個事情的的確確是 過去六七十年來 最大的外交新聞 這裡面他會講 首先第一個的話 很奇特的三點 第一個的話 兩國恢復邦交 居然是在北京簽署條約 本來兩國恢復邦交的話 大家觀察好了 手都互換文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到北京去 把這個優勢做給北京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就是世仇的化解 剛剛講到 迅尼派跟什麗派之間的話 大家在理解上來講的話 都覺得他們是世仇 沒有可能化解 美國最高興 看到你們世仇的話 就是要拱火 互相拱火 因為美國又討厭伊朗 當然伊朗本身對以色列構成 所以拜登講那個話的話 習慣性思維 腦袋都不會動 然後第三點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反美了 再把這個球做給大陸 這三件事情 這個三件事情的話 我今天的話仔細想了一下 我覺得它三件事情 跟我們哲學都有相關 第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原來 美國多行不亦必知弊 剛開始做的時候是一夜之球 現在是The winter is coming 就是慢慢事情成熟 我們在哲學裡面講 叫典範轉移 這個典範 大家新的典範出現了 就是大陸所主導的外交 第二件事情的話 非常重要就是說 我非常高興 就是國際社會當中 我一度對於講求和平的 這種理念快失望的時候 現在終於又燃起了一種曙光 那時候講求拱火 講求戰爭 講求發戰爭才講求別人死活不管的 這樣子的情況下來講 他站不住腳 然後第三點的話 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這一定是國際的新篇章 為什麼呢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這兩個國家都是世界前三名的原油 跟天然氣的生產國 他們的能源問題太重要 他們不但是對中國重要 他們對於世界重要 他們甚至於對於美國來講也很重要 這也是基於這種情況下 沒有實力的話 要隨便外交翻譯是很困難的 不過這當中的話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可以看到說有一個真正的 為了世界和平沒有私利的 外交大國出現了 而且外交大國出現 因為美國的話 拜登除了老翻天說不出什麼話以外 那個科比的講法是說 這個事情當然是好事 但是問題的話 你是用壓力的 還是用這種什麼諒解的方式 這個根本就是廢話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把事情做到 你做不到 美國的國家的政策 我就在那邊喊話 你美國人就做不到 好 來 兵哥怎麼看 對 我也覺得科比說 你是用壓力 那你美國過去這麼多年 用制裁都來了 其實是壓力 你就是做不到 那人家隨便用個壓力就做到 他還是比你強 所以我覺得這種 酸這種東西基本上毫無道理 只是讓人家覺得 科比的格局太小 那為什麼拜登會這麼語無倫次 因為很簡單 他根本不知道 要怎麼去應對這個東西 你以為這些 中國大陸學者在講開玩笑的嗎 因為中國大陸他其實 他能夠把沙烏地阿拉伯 跟伊朗整合在一起 那表示他是有機會 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也和好的 不是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他本來跟以色列 私交就不錯 然後他跟巴勒斯坦這邊 也有一定程度的諒解 巴鐵嘛 對啊 所以對他來講 他本身又是一個夠分量的大國 如果他願意出面 那在美國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美國過去的私心太重 特別是川普上來之後 直接讓以色列 那個首都就變耶路撒冷 其實很多 很多國家已經完全受不了了 這是跟他宗教上 直接根本的問題產生衝突 所以當美國已經在中東 沒有辦法發揮影響力的時候